台中区原住民族就业服务 暨金融辅导办公室 5号正式接牌 通过和属办公 整合单一窗口 提供就业媒合 劳工权益宣导 协助族人在事业上 经营融通 创业准备金 及生活所需资金服务 提升优化的服务品质 金石创业的补助 然后我们就去申请了 然后很顺利的就有通过 然后有取了就是 第一桶的那个创业基金 已经是步上轨道了 然后后续的话 我们就是希望 让更多人认识 我们的阿美族的传统酒 透过今天的这个启用呢 把对族人的这个就业服务 原住民产业贷款的 这些业务的推动 会做更好的这些业务的分工 那我相信这样的话 让我们台东县的 我们的族人感受到 我们的就业服务员 跟金融服务员 有更好的这个服务 另外因为武汉肺炎疫情 导致民众降低出门消费意愿 圆明会公开征集 至少300件 原住民族优质商品 包含农特产品 手工艺品 生活用品 及服饰配件等 在AOE入口网 露出商品介绍 及品牌故事 也在全家豪迈Plus Happy Go Momo 摩天三层 阳性商店街 等四大购物网站 上架放售 胡肉援助民族商品 电子商务市场 并借此开拓 多元通路管道 圆明会进一步指出 本次挺圆明线上购 产业多元行销方案 增监到5月15日止 鼓励符合资格的族人 永夜参与 预计6月1号 开始在电子商务平台 正式上架 原事新闻物质 台东市采访报导 您首先重拿了 新闻血量 院长 过 入職 汗